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来为您带来是第十四届全运会空手道女子61以上公斤级的决赛 在场上的红方是公立 公立刚刚是在东京奥会当中是获得了这个级别的同盘 而焦温路则是在上届全运会当中还是征战跆拳道项目的比赛 而现在是转到了空手道的赛场 焦温路是来自于山东的选手 而公立则是来自于北京的运动员 双方在彼此试探之后短兵相接 我们看到焦温路是有一个阻扫的动作 那么在空手道的规则当中 其实如果可以把对方是摔倒并且再有有效的击打的话 将会有更高的得分 通常来说得分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叫一本 也就是说是直接是获得三分 像包括看到公立刚才的这一次的提计的尝试 快速的上步之后连接出的提计 就是对对手真上段的攻击 这边双方在电光火石之间瞬间的形式发生了扭转 刚才焦温路是通过衰迹把公立是给掀翻在地 随后是接上进攻 但是公立是提出了挑战 空手道的规则当中 对于双方所使用的动作的力度 包括规范都会有很严格的要求 双方在这一次的交锋过程当中 要关注到的是 如果说在衰迹的使用的时候 用的是这个技巧 它的支点是在宽度以上 那么这是并不符合规则的 就刚才焦温路的这一次非常漂亮的得分 经过公立的挑战之后 是被裁判给取消了 公立 刚才在经过节奏的变化之后 突然之间的上步 攻击对手得分 那么如果是全击中对方 这会是得一分 空手道的规则当中 更多的是对对方中上段的进攻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理解的 头面颈部 以及是在躯干的部位 所以两位选手彼此之间 都会试探的合适的距离 前手拳都会架得比较起 去保证一个合适的空间 但是瞬间 瞬间所带来的上步 攻击会非常的迅满 公立其实最早也是练习跆拳道的 最近这几年是改练习空手道 其实这也是很多 现在空手道选手 过去在自己的职业山下当中 所走的路 公立现在两分在手 三分钟的比赛 现在是接近最后一分钟的较量 公立的步伐非常的灵活 焦温路这边则是需要 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 尽可能的把握住 自己进攻的机会 变换着战架 连续的变换战架 去试图寻找到进攻的空间 因为空手道是不允许 有接腿摔的 所以刚才公立的梯技 在过去之后 焦温路是截住了对方的腿部 但是没有办法去施展 接腿摔 因为这是规则所不允许的 裁判分开两位选手 提及并没有能够命中在中上段 时间还剩下 所剩不到一分钟 不到半分钟 公立跟对方保持巨颅 因为他现在是两分的领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进攻当中 其实功力是富贵险中球 焦温路刚才这一下的踢技 攻击上段的这一下的表现 是非常的迅速的 但是功力在躲开之后 一下子就让焦温路的身体的姿态 是背对了自己 这对于焦温路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焦温路也是提出了挑战 双方在一瞬间 因为自己的动作所带来身体姿态的变化 如果在重心控制上面 不能够迅速到位的话 这就会带来问题 刚才的这一脚 其实功力躲开了 而随后也正是因为功力躲开了之后 他的位置就变得更加的有力 焦温路提出的挑战并没有能够成功 时间所剩无几 这样的话功力是以3比0的分数 是获得了女子61以上攻击级的冠军 来自于北京队的运动员功力 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